看看这色泽 这不就来那味儿了吗 同志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桂林米粉店 然后 居然下太阳雨了 这个是啥 这是一个科技园吗 还是啥 那个米粉店就在这里面 上次是谁说的 没有甜品 我会伤心的 我买了甜品 穿过树林 就在这里 桂林米粉 我要一个三丝炒盒粉 可以加料吗 还能加这些 哇塞 有点多呀 嗯 我看 他这儿还有小料台 可以自取 买了一根冰激凌 先吃一根冰激凌 降降温 有点不像爱你的形状了 嗯 这样就像了吧 像什么 这个标的意思是不是便利风出品 这里边那个点桃汁还挺香的 坚果的香味 我的炒盒粉好了 还挺快 我今天就特别想吃炒粉 然后就收到了这家店 先把冰棍干掉 炒盒粉 我还加了一份蛋 苦皮鸡爪 感觉这个蛋也好诱人 我把这个肥肠也放上去 腊肠我真是酸脂 今天特别想吃这个炒宽粉 可能我觉得是 是刚刚冰激凌的原因 我的嘴 被冻住了 我觉得一定要加辣椒油 无辣不欢到我 要给它加料了 这个应该是它加蜜汁酱料吧 尝尝 先来一点 你看这色泽 这不就来那味儿了吗 同志们 特别滑糯这个粉 还是加辣椒香 打灯呢给我 我的筷子的功力怎么不强呢 好香啊 喝点醋 这个推不好加了 加醋一下就是激发了它的香味 好香 好香 它有辣茶 非常的红润 气透 辣茶好像 一般 不是我想象中的甜酒味 这一口简直 这一口简直 上天了啊 嗯 这个好好喝啊 也在便利封买的 洋梅 好清爽 还带着点点酸酸的味道 这一份不多 我还觉得 我觉得还得再加一份 我再去看看有啥 别的 哎 我应该喝这个呀 我点了一份酸笋鸡蛋炒饭 其实我觉得这粉应该留着拌饭 把这个虎皮鸡丸吃掉 秒多五 感觉这个鸡丸是在那螺蛳粉的汤里 卤出来的 有点点微臭 它这骨头都已经卤酥了 这个我要等着拌饭吃 这个这个 哎呦 有点太曝光了 捂住 哇 这个奶香味好足啊 在这看 哇 好软 入口非常的柔 它的奶油吃起来 并不是很轻的那种 芝士和奶油的融合 嗯 这个蛋糕体也特别的松软 蓬松 嗯 真不错 整体甜度也不高 你们知道便利丰也出老奶油蛋糕了吗 其实这个我很早之前就吃过 我自己吃的 没有拍视频 还挺好吃的 这个奶香味可足了 但是这个奶味和刚刚那个奶味又不太一样 那个味道 它这里边的故状奶油并不多 感觉还有一些点点香草的味道 整体也是特别的软 谢谢 这是我的那个酸笋炒饭 他们家螺蛳粉也很好吃 但我并不想吃 每道菜几乎都有花生米 我剥一点吧 我估计我吃不掉 和粉 酸笋 炒饭 这个酱有一点点偏酸的味道 而且不能割多了 割多了会咸 确实咸的 再加一下 现在这个口感差不多 我感觉还是加这个 普通的辣椒油更好吃一些 相对于炒饭 炒粉还是更有特点一些 卵肉给加辣了 自己一个人完成这个 自己一个人完成 整碗螺蛳似没有 没有 吓死 吓死 吃不出来酸酸的味道呢 我感觉不管饭或者面里边加点那个香香的花生米 真的特别好吃 就是觉得辣辣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东西在辣我 极其丰富的炒饭 啥都有 这个吃到最后还是有点油的 这阴天了 真的阴天了 我都变暗了 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小馆 剩下的我就打包回去了 感觉这个米饭单独吃起来还有点甜甜的味道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不用不用 老板可热情了 费情我喝饮料